好 接下來我們就來看一下 這個Oxine它微分的一個例子 那這個題目它說 y等於Oxine根號x 叫我們求這個dy 那麼dy呢就是把這個Oxine下去做微分 就是把這個Oxineu下去做微分 好 那我們把剛才這個微分公式 把它寫在這個右邊這邊 那麼dyOxineu 它就是呢 這個 根號1-u平方分之1 在抵u 在抵u 那以我們這一題來說的話呢 這個u就是這個根號x u就是這個根號x 所以你只要把這個 微分公式裡面的u呢 代換成這個根號x就ok了 那因此呢我們就按照右邊 這個綠色的這個公式型態 我們就可以得到呢 這個Oxine它的微分 微分以後就變成了 根號1- 這個根號x的平方 根號x的平方 分之1 在d-s 再把這個d-s 左右兩邊對照一下 好 那做到這裡來的時候 這個微分呢已經出來了 就是根號x微分以後呢 就是 這個 我們先把前面這個根號x把它平方 處理一下根號x的平方呢 就是x 好 那麼 好 這個x 根號x啊 你把它平方的意思喔 就是根號乘根號 那根號x乘根號x呢 它就是x 好 它就是x 好 那麼 那因此呢 根號x的平方 我們就把它表達成這個x的喔 那接下來呢 後面這個根號x呢 要下去微分喔 那根號x呢 你給它微分以後啊 它 就變成兩倍的根號x分之1 好 變成兩倍的根號x分之1 那因此呢 這個 最後這個型態喔 我們再把它整理一下喔 這一題答案就浮現出來喔 它就是2根號x呢 乘上這個根號1-x分之1 分之1 好 所以使用這個公式後呢 就是 Oxine的微分公式喔 你就先確定這個u是什麼喔 那微分的時候呢 按照這個綠色的型態喔 那記得呢 還要再乘上一個du